什么是矩阵 我们是谁 从前 据说原初创造者神或源头 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存有 为了认识到他是什么 他不是什么 他想把自己的各个面向派遣出去 到不同频率的振动中去体验 正如那句名言所说 如其在上 如其在下 我们都是来自同一源头 而且是所谓版的源头的体现 我们是平等的 通过体验来学习 我们是谁和我们不想要什么 许多灵魂从宇宙的各个地方而来 甚至从其他宇宙而来 成为地球上一个大周期结束的一部分 在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作为缩维版的源头的灵魂体现 要么被吸收回源头 将它们的个体品质融合 回归它们超灵的一个更大的面向 要么继续在另一个3D星球或模拟情境中 体验与地球相类似的东西 对于那些希望扩展灵魂成长的人来说 地球被称为快速通道 通过觉醒和觉知 我们正在记起我们是谁 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地球变革的时期 来到这里 许多人已经识别出黄金牢笼 矩阵 人工智能和宇宙战争等等 这些都让我们对今天所经历的事情 有了更大的了解 什么是矩阵 如果你把黑客帝国 木星上行和宠门的世界这几部电影结合起来 你会对地球上的矩阵 有一个很好的隐喻性定义 我们可能无法用我们在当前的有限感知 来理解这个矩阵是什么 很多人有很多方法 来解释他们认为矩阵是什么 所有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简单的解释 最初的地球矩阵 被创造成一个意识的全息投影 以物质性的植物 动物和人类的形式 存在于一个一致的线性体验的生态系统中 根据巴巴拉马西尼克 获得的卯秀星信息 地球是一个活的图书馆 来自许多不同星球的 许多生物和植物的DNA密码被带到地球 在地球的大气条件下共存 创造许多事物的模板 经过了数十亿年的调整和测试 有时 为了改变两族人类模板的版本 整个人类种群都被消灭了 在地球远古历史的某个时候 有一小群人发现了地球 并想宣称这是他们的实验 因为这些存有无法独自创造世界 他们设计了复制人类和动物创造模板的方法 并对原始全息十项矩阵进行了覆盖和更改 他们使用恐惧 黑魔法 金钱 规则 以及其他许多在其他星球上被尝试并证明有效的工具 来接管地球 矩阵是一种编造出来的情境 而我们把这种错觉认为是现实 它利用小我的暂时构想 用所有与无感有关的事物来引诱我们 迫使我们生活在奴役和恐惧中 似乎与彼此合造物主隔绝和分离 它恐吓引诱和未养小我 反过来小我会做任何事情来延续矩阵的存在 小我认同对所有物质事物的渴望和依恋 并创造业力 业力是小我所使用的工具 它让我们被困在游戏中 并不断重复生与死的循环 一旦人们像一些基本的灵性概念觉醒 比如 我们的灵魂永不死亡 和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矩阵是什么就会立即被揭示出来 一个通过错误的信念系统而被促进的控制系统 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 总是在不断变化和适应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集体意识 由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控制 有些人将地球体验 视为一个游戏 通过化身在这里 并忘记你是谁 从而以指数级的速度 扩展灵魂 当扬升星球上的能量振动开始提升时 游戏的赢家们 会觉醒并扬升回他们的源头 举阵的黑暗团队玩家 诺斯底派的教义将地球的接管归咎于一群被称为执政官的存有 他们使用人工智能和爬虫族 灰人 螳螂人和蚁人来操控他们的表演 阿努纳基是另一个用来形容 那些来自外面的人的词 黑暗团队中的一些存有以变形人类和混血儿的形式出现在地球上 有些存在于地下基地、地心、月球和土星 这些存有扮演了负面扬升存有的角色 这涉及到忘记如何与他们原本的源头能量对接 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来看 他们正在通过极端的即兴 在人类的觉醒和扬升中扮演一个角色 而他们将回到源头 并将伴随着最大的尊重和感激 被治愈和吸收 也有人说 他们来自一个不同的宇宙 偶然通过空间和时间的裂缝到达这里 从而切断了他们与能量的联系 不管这个结果是意外的还是未曾遇见的 最终所有的能量都应该是来自一个源初造物源头 而一切都只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体验的能量 这个实验中万一出了差错 安全保险就会被启用 这就是时间的终结 或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实验的结束 矩阵覆盖的目标 矩阵操纵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类意识来引导实相 以便使用地球作为能量源 能量以金属和矿物的形式从地表被窃取 而情感能量则以多种方式从人类身上被窃取 在我们当前的社会里 能量是经由奴役制度和债务制度通过使用金钱来窃取的 矩阵覆盖的工具与手段 黑暗团队使用的覆盖物包含了许多编程技术 这些技术在他们发现地球之前 已经在许多其他星球上测试和力量过了 如下所列 是他们的一些手段 他们使用这些手段将意识带入一个较低的频率 在这种低频率之下 社会是可控的 媒体宣传 电视节目 报纸 杂志和电影 政治 有权利和自由去投票选举阶级制度领导人 首相 总统等的幻象 银行业 一种按等级划分的用于奴役的货币体系 教育 通过虚假的历史和谎言进行早期编程 从而使人成为顺从的奴隶 医疗 药物 治疗症状是为了盈利 而不是寻找病因或治愈方法 有时甚至会造成疾病和流行病 如艾滋病毒 又如导致自闭症的疫苗接种 能源 化石燃料的神话 以及对电力 天然气和能和煤炭等污染性燃料的收费 宗教 利用对下地狱的恐惧和塑造愤怒的上帝 时间 一种幻象 曾经让人兴奋 但现在却成了一个陷阱 以不同的时区将人类社会分隔开 体育竞技项目 分成小团体 然后互相征服 法律 为限制控制和分离而制定的星球 国家 州和城市的法律 法庭系统欺诈 在市场上出售你的出生证明 一出生就宣告你死亡 向社会隐瞒真正的普遍规律 自由的幻象 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理由相信我们被困在地球上 我们从来没见过笼子 围墙或栅栏 与源头分离 在转世时抹去关于我们是谁的记忆 对地心 星际旅行或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一无所知 人口控制和医疗 科学专制 通过毒素 如转基因食品 杀虫剂 浮化物和化学药品 伟光 新时代的教导 大多数新时代的教义都一路被错误的教导所渗透 他们不教导主权 他们允许你把自己的权力交付给别人 并且让人们等待一个外部的救世主 他们给出的大多是真相 但也夹杂着谎言 谎言会造成痛苦 自信问题和困惑 他们会让你消耗你的精力 让你像动物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那样原地踏步 浪费时间和能量 能量吸食 通过情绪触发的行为操纵 物质性的社会编程 总是想消费和浪费 税收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过度征税 有时甚至将超过一半的劳动所得给回去 由发射塔连接的低频电网系统 大数据 身份和跟踪的超级计算机数据库 手机 电脑 智能电视 银行账户 空中之眼 搜索引擎 社交媒体等 战争 分割和打败 用假的缘由制造战争 为军工综合体提供资金 杀害无辜的人 并让人们处于恐惧之中 恐惧引发的编程 在经济结构崩溃时生存下来 对死亡和永远不够好的恐惧 失去生存的意志 黑魔法 通过语言进行诅咒 复制 变形 思维控制 何一事 植入物 以太层面 和实质层面的都有 导致能量阻塞 核疾病 失衡 时间线入侵 和重复的小周期 通过使用时间旅行技术 一个轮回系统 而不是一个 转世化身的系统 它最终成为一个业力陷阱 被用来鼓励艰苦的生活 并被抹去 为什么它已在发生的记忆 一个社会的终极暴政 不是受戒严令的控制 而是通过对意识的心理操纵来控制 通过这种心理操纵来定义实相 以至于那些存在于其中的人 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处在牢笼里 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 在他们存在的地方之外 还有别的东西 从政府到世界管理团队 再到太空管理团队 你就像健养的绵羊一样 被那些自认为拥有你的人控制着 通过对频率的控制 你已经被剥夺了知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